粉丝们涌向上海等待迪丽热巴,她尘世的爱与随处可见。 在上海的心脏地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正在上演, 吸引了全球粉丝的关注,瞩目中国的人气女演员迪丽热巴。 她的出现点燃了粉丝们的狂热崇拜和支持, 赢得了她忠实粉丝中的可爱昵称迪曼楼。 这次线下活动成为了狂热的粉丝文化的象征, 爱好者们即使在迪丽热巴不在场的情况下, 也将她们的创造力和爱意倾注到各种支持展示中。 从自制横幅到富有感染力的粉丝艺术作品, 上海的街道上装饰着对迪丽热巴才华和魅力的致敬。 粉丝们急切地想要一睹自己的偶像, 聚集在这个期待中,将城市变成了对她们心爱的明星的热闹庆祝。 这次活动标志着粉丝们与迪丽热巴亲密接触的难得机会, 将粉丝见面会变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奉献展示。 对于迪丽热巴的崇拜者来说, 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看到自己偶像的机会, 这是对她坚定的支持和崇敬的表达。 通过粉丝分享的坦率照片, 很明显迪丽热巴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娱乐领域。 她与观众的真诚连接是可感知的, 深深地触动着粉丝们的内心。 粉丝们表达的爱意超越了地理界限, 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和在线社区表达了对迪丽热巴的爱。 随着活动的照片和视频在网上流传, 主题标签迪丽热巴上海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热门话题, 进一步巩固了迪丽热巴作为国际偶像的地位。 活动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传统粉丝横幅的缺席, 取而代之的是代表迪丽热巴多样化粉丝群体的多种感人表达和符号。 从深情的信息到活泼的表情符号, 每一个展示都凝聚了迪丽热巴与她的粉丝之间独特的纽带。 这次活动不仅展示了迪丽热巴的巨大人气, 也凸显了粉丝文化在塑造数字时代名人粉丝故事的力量。 通过他们不懈的奉献和创造力, 粉丝们展示了他们提升偶像声望和影响力的能力。 当活动即将开始时, 上海的街道回荡着迪丽热巴粉丝的响亮欢呼声, 给所有见证这一壮观场面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迪丽热巴本人可能没有亲眼见证这种爱意的表达, 但她的精神无疑在整个城市中感受到, 这证明了明星与忠实粉丝之间持久纽带的存在。 希望的光芒, 唐一新和张若云的爱情故事给人们的启示。 唐一新和张若云关于他们关系的公开, 以及唐一新曾经拒绝张若云求婚的揭露, 引起了娱乐界以及更广泛的讨论和兴趣。 这个故事不仅揭示了现代关系的复杂性, 也为当代社会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唐一新拒绝张若云的求婚, 因为她觉得自己太年轻, 对婚姻缺乏清晰的认识, 这种感受与今天许多年轻人Rasonates。 在一个日益个人主义, 追求个人成长和满足的时代, 当个人感觉自己还没有完全探索自己的身份或渴望时, 他们对待婚姻持谨慎态度并不罕见。 唐一新对于她对婚姻的不确定性的诚实反映了一种自我意识和成熟度, 这在一个公众看法和压力可以严重影响个人决定的行业中是值得赞赏的。 作为一种消除担忧, 象征彼此承诺的方式而一起纹身的决定既不寻常又深有意义。 纹身作为身体上的永久印记, 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并且可以作为共同经历和情感的有力提醒。 通过选择以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爱和承诺, 唐一新和张若云创造了一种超越言语或传统姿态的切实联系。 这种团结的行动不仅表明了他们关系的力量, 也凸显了他们愿意一起克服挑战, 找到对疑虑和不安的创造性解决方案的意愿。 尽管他们面临着一路上的阻碍, 但唐一新和张若云走向婚姻的旅程最终成为其他人的启示和希望之源。 他们愿意直面自己的恐惧和不确定性, 以及他们作为个人和一对夫妻成长和发展的能力, 为任何在应对现代浪漫复杂性的人树立了榜样。 通过公开分享他们的故事, 他们使爱情和婚姻的概念人性化, 提醒我们, 犹豫和不确定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我们愿意坦诚沟通并解决我们的分歧。 女性观众对唐一新拒绝张若云求婚的原因的认可, 表明了对赋予女性权利做出关于她们关系和未来的明智选择的更广泛文化转变。 唐一新在承诺婚姻之前, 优先考虑自己的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决定证明了她作为一个女性的代理权和自治权。 在一个常常压迫女性将婚姻和家庭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的社会中, 唐一新的故事是一个强有力的提醒, 挤爱情和关系没有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标准。 最终,唐一新和张若云的故事挑战我们重新思考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既有观念, 并鼓励我们接受关系的混乱、不完美的本质。 她们的旅程提醒我们, 真正的爱情并不总是轻而易举或直截了当, 但它是值得为之奋斗的。 通过与世界分享她们的挣扎和胜利, 唐一新和张若云激励了无数其他人相信爱情的力量, 并相信在不确定中找到持久幸福的可能性。 总之,唐一新和张若云关于她们关系的揭露 为我们提供了对现代浪漫复杂性和当代社会 对爱情和婚姻看法的宝贵见解。 她们直面自己的恐惧和不确定性的意愿, 以及她们支持彼此的承诺, 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激励。 当我们继续应对爱情和关系的起伏时, 愿我们从她们的故事中汲取力量, 并记住真正的爱情没有界限。 当然可以。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唐一新和张若云故事的一些额外方面。 一个值得探索的方面是, 尽管最初被拒绝, 她们决定进入婚姻的新阶段的意义。 这展示了恋爱关系中任性和成长能力的力量。 通过克服障碍并从经验中吸取教训, 唐一新和张若云加强了彼此的纽带, 并更加坚定地走到了一起。 她们愿意应对恋爱关系中的起伏不定, 无声地诠释了她们对彼此的奉献和爱。 此外, 这对夫妇决定向公众分享她们的故事, 凸显了恋爱关系中开放和透明的重要性。 在一个社交媒体常常呈现理想化的爱情与浪漫的世界里, 唐一新和张若云愿意对她们的挣扎进行公开、 坦诚地分享, 树立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榜样。 通过分享她们恋爱旅程中的起起落落, 她们培养了一种真实和可信的氛围, 与全球观众产生共鸣。 此外, 她们选择共同纹身的象征, 亦意为她们的关系增添了另一层深度。 纹身是非常个人化的, 常常对那些拥有她们的人有着重大意义。 对于唐一新和张若云来说, 她们决定用爱和承诺的象征永久地刻在身上, 作为她们身后连接的有力证明。 这是对她们已经克服的挑战和持续将她们联系在一起的爱情的一种可视化提醒。 总之, 唐一新和张若云的故事是对爱情的持久力和人类精神的见证。 通过她们的韧性、 开放和对彼此的坚定承诺, 她们克服了障碍, 甚至作为一对夫妇更加坚强地站立起来。 她们的旅程激励了我们所有人, 提醒我们要接受爱情和恋爱关系的复杂性, 并相信真正的爱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